大家好,我是耳科赵医生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过敏性鼻炎的话题 过敏性鼻炎能不能根治 这可能是很多朋友关心的一个问题 因为这个过敏性鼻炎的发病率很高 北京曾经统计过 大概有40%的人群应该具有过敏性鼻炎的症状 只是轻重差异不同 轻的人可能每年换季 这个春夏和这个夏秋 这两个换季的这种换季的时间发作 一两周过去了就比较轻了 重的人可能在几个月 那么还有更严重的 可能就一年到头没有消停的时候 甚至还有合并过敏性 还有哮喘 这个情众差异比较大 人群比较多 那么过敏性鼻炎能不能根治呢 从理论上来说是可以的 但是实际上的难度很大 咱们先说说这个理论上 这个过敏性鼻炎如果想根治 那么从理论上来说 你就要脱离过敏源的接触 脱离过敏源接触 举个例子 如果像你吃虾过敏 那你这辈子别吃 可能就虾这个问题就没有了 过敏性鼻炎也是这样 就是说如果你脱离了 比方说粉尘 针菌 这个还有些其他的问题 那有可能这个鼻炎以后就不再犯了 但是呢实际上难度很大 因为这个需要彻底的更换你的生活环境 彻底更换生活环境 咱们普通人很难做到 你说我在北京 雾霾天大 我说换到这个江南小镇去生活 行不行 退休了可能可以 但是你这个现在这种阶段 随意更换生活环境很大 那么这点不太容易做到 那么还有一个叫特异性的免疫治疗 通俗点说就是一个脱离治疗 通过这个注射 皮下注射 来起到一个脱离的作用 当然现在也有口服的了 口服的但相对少一些 有沉满的这种可以口服 但是呢这个特异性的免疫治疗 有个问题就是一个是时间比较长 口服的药还好说 自己在家可以吃 但是这个皮下注射这个需要定期去医院 这个时间很长 就是投入的成本很高 而且效果还不确定 有没有效 只有你用了以后才知道 有一部分人确实可以 能够达到经过这个脱离治疗 几年 最少好像现在也是在半年以上 能够有效的控制症状 甚至可以做到不再用这个药物 其他药物来控制 有的人可以 但是有些人是不行 所以这点是比较难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通过抗过敏的药物 糖皮质激素的鼻喷剂 还有口服的抗过敏药来控制减轻症状 这种呢就跟这个脱离治疗不同的在于 就是他需要一个长期用药 你发作的时候使用 控制症状 然后在症状消退的时候可以展示的停 有些人可能需要常年用 可以把症状缓解 病程缩短 这个减轻症状 这个呢其实是比较实用的 而且适用于可能更多的人 因为能够坚持做透明的 毕竟是少数 那么其中还有一少部分人呢 用抗过敏药物的搭配啊 始终达不到一个很好的这种治疗效果 确实也有啊 这些人是比较麻烦的一个问题 那么还有朋友问 有没有这种什么偏方啊 这种啊 这种吃点什么或者什么 这不属于医疗范畴啊 今天大家就跟大家聊一聊 有关过敏性鼻炎的问题